当地时间6月9日 美国国会举行首场针对2021年1月6日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听证会 负责调查此次事件的众议员 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汤普森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阻挠民主的阴谋中心 据路透社6月9日报道 汤普森表示 阻挠美国人民意志的阴谋尚未结束 在美国 一些人渴望获得权利 但对美国人对现象 访法和法治的忠诚 和我们应共同建立一个 更完美的国家的做法 没有爱和尊重 2020年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实力 这是美国民众投票的结果 国民众戏经理由 总统大选中实力 统大选中实力 正在锁月中的总统大选中 卫谈 出身高信号 特朗普森 特朗普森 成为最终级线 当事这是美国民众 特朗普森 都不能成为 素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